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段是一个批语,以批语的方式来述说陈佛的阴言 生文地址跟菩萨地址在前半段了生死这一块 生文地址的时间是缩短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一般来说菩萨你走南行道你要修一万节的时间 才能够要分断生死 菩萨因为他要广学六度嘛 所以前半段是走很辛苦的 生文证因为他的目标很简单 他就是知苦断情目面修道 所以他快者四生,晚者六十小节 就是说他最晚六十小节 相对一万节来说 他有时间很短 那么为什么生文人在处理生死这一块呢 他时间这么短呢 他的重点在于他的兼顾的法治 所以生文人一句话就讲完了 是成也法治,是败也法治 从了分断生死来说 他的快速成功来自于对涅槃的执着 他为什么能够狠下心来 断除他心中的种种的亲情跟贪爱 当然就是好用涅槃,厌恶生死 所以他这种坚固对涅槃的执着 帮助他离开的闪戒 可以说是快速的离开闪戒 反正菩萨不温不佛 因为菩萨没有法治 所以他没有说一定要坚持什么 那你不坚持某种程度都拖了比较久 但是等到你要回小向大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来了 法治变成障碍 就是当你要走上成佛之道 对不起,所有因缘所生法都要退掉 就是你刚开始解决生死问题的时候来自于全法 但是你今天要成佛来自于死法 所以你要从全法要回到死法的时候 法治变成致命伤了 变成致命伤了 所以菩萨秤前半段很难走 但是后半段走得轻松 因为他法治弱 他官吏教法空,毕竟空无我我所 他我空法空 他要回归心性相对容易 他只要回归还照,马上就进去了 但生物人被涅槃抓住以后 他就死佛放不下涅槃 因为这个是他在凡夫会日日夜夜 能够陪他成长 给他信心 给他整个修行的动静 所以佛陀必须要很辛苦的 说法说讲辟语 再把他过去的成长过程 全部讲出来 他们才肯死心塌地的 把涅槃放下 回归到一念细心 所以恶秤人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立场 才知道佛陀为什么要苦心激励地 三说说法 那么佛陀讲法说以后 佛陀讲了一个批语 那么批语当中呢 先讲人 再讲法 这个人是谁呢 导师 他要引导这么多众生 也离又有毒虫 又无水草的 这种生死的险恶道 所以他必须记住前十二字 这个讲到导师的人 这一下看这个法 这个导师用什么方法 将导就是他的方法是什么 这一下有两段 看引导的 送中路权力化成 看经文 众人皆疲倦 而白导师言 我等金顿法 于此欲退还 导师做事念 此辈慎可民 如何欲退还 而是大珍宝 寻师思方便 当社神通地 化作大城郭 庄严诸社宅 周扎有园林 取留吉玉池 崇门高楼阁 男女皆充满 寄作世话语 未中言无拒 如等入此层 各可随所要 诸人寄入城 心皆大欢喜 皆生安稳祥 自卫以得度 那么 这个地方讲到导师是怎么引导众生的 说是众人皆疲倦 成佛之道 这个勇猛心异发 恒常心难死 刚开始大家都是充满的勇猛 但是你生生世世 这样轮回以后 时间久了以后 就有疲倦 因为毕竟这个时间拉太长 而且这个中间也不好受 所以大家就跟导师报告说 我等金顿华 以此亦退缓 说 我们真的是没法走下去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身心非常疲倦 第二个呢 心中充满忧据 下面无量无边的上二道 稍微一步走错 就直接下去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准备要退缓 我们不再成佛了 可能就是 就做一般的凡夫了 或者修禅定了 跟外道学习了 等等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 导师呢 就措辞的念想 说这个众生太可怜了 你这不是前功尽弃吗 你走得这么一大段 你现在说不走了 那么实在太可怜了 为什么要放弃你前面 这么多的努力呢 而失去未来广大的珍宝呢 那这个时候 当然 学佛是不能强迫的 只能引导 只能够上脚引导 所以导师啊 他用他的智慧啊 马上想到一个解决之道 他说啊 既然大家非常疲惫 那就怎么样 先休息吧 休息好过退转 所以当色神通力 化作大成锅 所以佛陀用神通力 在整个旷野的沙漠当中啊 化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堡 叫做涅槃 那么涅槃当中有什么东西呢 庄严诸舌宅 这个涅槃当中啊 有各种各种的房子 有这个我空的寂静 你进去以后啊 能够得到寂静安稳 远离 独从 猛兽 风吹 遗打 至少有一个房子来让你 站坐休息 遗免 生死业力的干扰 第二个 周渣有延宁 那么这个城堡不但是房子 这个房子四周呢 还配套了很多很多的树林 让你 这种种的散昧神通啊 来远离 身心的热闹 就是你在寂静当中 你也可以入散昧 有各种各种的散昧 取流及遗尺 这个房子呢 他为什么没有独从靠近呢 因为他有很多的护城河 他能够入种种的酒饰地定 在禅定当中 想上寂静安稳的快乐 还有种种的义尺 可以洗澡 就是种种的泄脱 种巴泄脱 从门高楼阁 这个古代的房子啊 要是比较大的房子啊 它不是一次马上能够看到中间啊 它是有一道门一道的门 它有三道门 那么就表示这个涅槃当中啊 它有三三妹 空无相无厌 能够让你受用三三妹 还有高楼阁 这个高楼阁就是这个地上啊 它是远离地上 它是表示这个我空的智慧啊 超越三界的危险 它不受野兽的这种伤害 而且在这个当中有男女绝充满 这个男指的是智慧 女指的是禅定啊 在整个房子当中 各种男女啊 来当作这个溥义 来侍奉这个舌宅 那么这个导师把这个画成画完以后啊 就安慰大家说啊 你们不要感到疲惫 也不要感到忧惧 你们可以在这个画成当中啊 站坐休息 而且在当中呢 你有各式各样的享受快乐 享受寂静 享受禅定的三妹乐 涅槃寂静的禅定的三妹乐 通通可以 那这些疲惫的众生呢 进度诚实以后啊 心皆大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皆生安闻想 智慧以得度 认为说哎呀 这辛苦了这么久的时间啊 终于得到暂时的休息 而且相对未来说啊 也可以就近的解脱 这个成佛之道啊 这个大师分成两段 一个叫玻蕾道 玻蕾道说啊 它是从有相而入无相 所以玻蕾道是无相三妹 它从一个生死繁复到出地啊 要走一大阿僧集结 它的修行强调离一切相 你要抛弃人天的快乐 快乐相 你要抛弃涅槃的极境相 你要抛弃菩萨的功德相 所以凡夫道成佛这一大二增集结啊 这中间不能有任何相状 那么什么时候相状才可以受用呢 要从出地以后开始入法身 然后开始发愿 然后开始入方便道 开始从空出甲 广修六度 积功累得 成熟众生 庄严净土 那个时候出现的相状 你才可以受用 因为那个相状是什么样 是称性而显 是从真如显现出来的 所以你在出地之前的阴言果报 都不能受用 因为这些阴果都代业 那现在问题来了 谁能够忍受一大二增集结的一切相 这当中有毒蛇 有野兽 这道路也不好走 也没有水草 一片沙漠 你说辛苦一点 你走完一大二增集结 你以后就是法身玻璃卸脱了 你这些相状都是法贞德 玻璃德 谢托德 你这一段一大二增集结的相状 是烦恼障 业障 暴障 你碰都不能碰 但是问题来了 理论上大家都皆知道 一大二增集结的一元果报都不能碰 但是实在是太疲累了 如果佛陀在从繁复到玻璃道这一块 完全不适色方便 那你说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去啊 我做义工 我辛辛苦苦地扶持大众 别人在睡觉我去扫厕所 结果呢 结果你不能贪求果报 你努力的败畅 修学 持戒修福 结果呢 结果你男生的果报 你不能贪求 那么这对佛陀来说啊 这一大二增集结啊 实在太难了 很多人见识不下去了 这不是一解 是一大二增集结 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说 那既然这样子 以其你不学佛法 本来是不应该有这种象状的 本来是不应该有 就是说按照正常情况 你一大二增集的象状都不能受用的 你要么起我子 要么起法子 但是佛陀想一想 好过你退转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诸位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啊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可以试射方便 叫做佛陀 你不要说 诶 要不我也来试射一个方便 既然 呃 成佛之道一大二增那么难走 我也给自己试射一个方便 不可以 因为你这个方便 不见得能够跟真主对接 佛陀他敢试射方便啊 他能有保证把你拉回来的 就是说 这个导师啊 他敢让你进去休息 他就有把握把你带出来 就是说 本来这个地方是不能有任何层次的 你只能够快步的走过去 但是真的太久了 所以佛陀释射了一个涅槃 让大家休息 那么佛陀做涅槃的目的 本来只有一个就是 让你产生安稳 那圣文人呢 自作多情 他把这个涅槃当作两种功德 生安稳想 生乙度想 这个乙度想 不是佛陀的本意 佛陀可没有让你永久进去安住啊 佛陀本来是让你暂时安稳 所以佛陀释射方便以后 本来是为了安稳固 让你继续往前走 但是二圣人呢 自作多情 又想出了一个 这个涅槃就是我永久的休息处了 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彼此之间的认知有点误差了 那也没关系 有误差也没关系 好过退转 我们看隐乐的 宋灭化成隐治保守 看经文 那么大家在疲惫当中进入这个涅槃城休息以后啊 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啊 佛陀就集合大众说啊 如等当前进 此事化成儿 说啊 你们不能够再去住下去了 因为这个只是中间的休息站 它可不是永久的休息站 因为我见大家身心疲惫 要退转了 所以用神通力啊 把这个化成在沙漠当中变现出来 只是让你站坐休息 所以呢 你们应该再次的提起精神 再往前走 前面已经不远了 当共治保守 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 为食食犬 所以犬不离食 就是说 佛陀他有本事施射方便 他就有本事让你这个拳法跟食法要能够对接 这才是方便嘛 所以说哎 我也来施射个方便 哎 我呢跟我的弟子说 哎 我们来搞搞神通感应 反正这个陈佛之道太远了 但是你搞神通感应 你让中山产生邪见颠倒 向外攀岩 那么等到他这个进入神通感应的时候 他出不来 所以这个不是方便 所以方便要能够会归真实的才叫方便 因为他到最后就是当共治保守 他是可以直接的 从那个地方再继续出发的 好我们看子二的宋和法 看经文 我亦妇如是 唯一切导师 见诸求道者 中路而泄费 不能度生死 烦恼诸显道 故以方便力 唯惜说涅槃 也如等苦灭 所作皆已办 那么这段是当初佛陀 为什么施射方便呢 因为未食施犬 这很重要 未食 这个动机很重要 是为了让你能够继续的成就保守 所以 实施这个方便 所以我 释迦摩尼佛跟前面所说的导师是一个道理 我作为一切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引导大家成佛的导师 建诸求道者 中路而泄费 就成佛之道这个中间一大二真集结 离一切相 这个对一个有所得的众生来说太难了 所以呢 生生世世的离一切相的结果就是产生的疲惫 不但不能成佛 还不能了生死 而且很容易陷入烦恼的反弹 种种业力的险道之中 所以呢 佛朵之后 阶段性的完成 所以这个方便利 为了让大家暂时休息呢 说了空性的涅槃 就是说 你一定要执着有个东西 你倒不如执着涅槃 以及让你执着五亿的快乐 倒不如让你追求涅槃 好过你追求五亿 所以就上巧方棒的说 儒等已经痛苦完全消灭了 你们已经所作结伴了 这个是方便说 因为让你能够暂时休息的缘故 就为师师权 看最后的开弦显示 既知道涅槃 皆得阿罗汉 而乃及大众 为说真实法 诸佛方便利 分别说三秤 唯由义佛秤 西处故说二 今为儒说实 儒所得非灭 唯佛一切智 当发大精进 儒正一切智 实力等佛法 具三十二项 乃是真实灭 诸佛指导师 唯希说涅槃 寄知世西夷 引入于佛会 那么 实事方便 大家进入方便 暂时的安住以后 既知到涅槃 皆得阿罗汉 大家都拯救阿罗汉 开始了多生死了 佛多这个时候 集合大众说 我跟你讲的前面是方便 佛法的真实目的 还是要无所得的 你们要再一次的把涅槃再舍掉 说真实法 前面只是诸佛的方便力 以佛称而所闪称法 其实 十方佛土中 只有一称法 在凡夫来说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回归清静心 你一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相降都要舍离 快乐的相状 涅槃的相状 菩萨功德相状 其实都要舍离的 因为成佛之道 就一开始是离一界相 你只有到出地以后 你的相状才可以受用 但是 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有方便 所以佛多讲出三称的法门 唯有一佛称 习处故说恶 才说恶称 如今 敬畏如说实 如所得 而未灭 你们今天在偏空烈盘当中 不是真正的灭度 是暂时休息的 你要能够为一切的一心三观的智慧 再继续发起大精进大幽门 直到什么时候的相状 是可以让你依靠呢 如等正一切智 一切智当然就是波雷德 实力等佛法 卸脱德 你有各种自在的卸脱 祭祖三十二项法山德 乃是真实灭度 说我现在所有的相状都不能碰 那什么时候相状可以用呢 可以受用呢 出地以后 你出地以后 从真如所显现的任何的相状 那你的这个相状都是波雷解脱发生 出地之前的相状叫做烦恼障业障暴障 同样的相状 一个从业力而生 一个从真如而起 这才是真实的灭度 诸佛之导师 为习说涅槃 祭之世习引入于佛会 三世诸佛作为一切众生的导师 引导大家成佛 为了让大家暂时休息 而所持空心的涅槃 等到大家休息以后 才慢慢的趋向于中道的佛会 那么到这里就是整个佛筹 三周说法的说法这一块就圆满了 这个成佛之道 他的确非同小可 你如果说要追求快乐 你希望做个大国王 你就不需要写那么多东西了 因为这个时间很短 你要说做国王 你男生要变成大国王 大副长者 你今生就可以完成 不需要太多方便 但是成佛之道 既遥远又危险 所以这个方法就很重要 所以这个方法就很重要 学佛绝对不是说 你今天发了心 然后我们常说老实练佛 老实修行 我们把这个老实练这两个字 有点错解了 让是你什么都不学无知 佛法是要把整个道路弄清楚了 你才能够往前走的 所以我们写法华经最大好处就是说 你知道什么叫做全十二法的操作 你没有写法华经之前 你可能只知道全法的操作 不知道死法 或者你看禅宗的公案 知道法法消灰性性 只知死法不知全法 所以你写过法华经以后 你知道哦 这个修行啊 你要有长眼的布局 究竟目标 也要有短线的布局 全法 让你暂时安稳 所以这个净土宗就是这样来 就是说 我全法修净土 先离开生死轮回 然后呢 实法呢 我内观真如 安住真如本性 我启动我的自信功德力 那么 内观真如 外修三秤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学完华华经以后啊 就算佛陀没有出世 你就等同佛陀出世 因为佛陀出世跟你讲的道理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 你修行有短期目标 有长期目标 短期目标 针对的是生死问题 长期目标是 无上菩提的问题 就两个问题嘛 当然这个地方就牵涉到比例啊 那我到底是全法的比例多少 那就看你的根基了 有些人李观强 他世修弱 他可能就喜欢 使法多一点 全法多一点 全法少一点 有些人喜欢行门功课 那么你就全法多一点 理官少一点 但是全十二法缺一不可 缺少一个 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成佛之道 就是全十二法的操作 好 我们看 附表 我们把这一段做个总结 把三周说法做个总结 附表第23 就是补充讲表第40页 那么 尔卫大师在佛陀讲完三周说法以后啊 尔卫大师他做了一个表 把前面的三周说法 讲到全十的关系啊 做一个会诊 所以本经集里面有五处开三显一 开三秤会会到一佛秤的真如 先看第一段方便品 尔方便品 曰教开三显一 文云如来但以一佛秤故 为重说法 无有余秤 若二若三也 那么方便品是 直接用教法 这个利根仁 你不用讲太多批语 也不要讲阴言 你只要告诉我 如来但以一佛秤故 为重说法 无有余秤若若三也 就是 其实只有一佛秤是真实的 就是 所有的修行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自信功德开显出来 所有的法门 一切法门以民心为要 那么这些二证三证 都是一个过程 那么利根仁 你把道理讲清楚了 他就知道 哦原来这个法门是让你借用的 借甲修真用的 所以他借而不住 他修法 但是不会落入法治 这个利根仁 你用教法讲清楚就可以了 这方便品就是杜利根仁 好 我们看第二个 辟语品 二 辟语品 月行开三险一 车是运意 运则辟行 文云各乘大车 由于四方 喜喜快乐也 那么中根仁 那么中根仁 他说你讲这个十方世界中只有 成佛之道 没有所谓的安乐道解脱道 菩提道 这个都是暂时休息站 你讲这个太玄了 你那边用个屁语呢 用生活的屁 佛陀说啊 你就这个三界起火了 那么大家要出离火载 那各有各的选择啊 有些人喜欢坐洋车 有些人就坐路车 有些人就坐路车 有些人要牛车啊 那没关系 佛陀呢以佛正说三 各取所需 你喜欢什么车 你就上什么车 重点你能够离开三界 那么你离开三界以后 自然佛陀给你大白牛车 就是三界内是一道修行 三界以外又是另外一道修行 所以你等到你出离三界以后 各层大车 有意四方喜喜快乐 你出了三界 你要怎么做都对 你出离以后 顺利皆方便 你视线杀到一望 都是法胜波的卸脱 因为你所有的相状 都是跟真如相隐 所以你是既波的又解脱又法胜 你根本就没有业力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涅槃就是说 你在三界佛仔内 跟离开佛仔之外 修行当然不同 因为你在佛仔之内叫做三车 离开佛仔以外叫做一大白牛车 当然不同 因为你的环境不同 你出来外面那是一片草皮 在里面是充满了大火 那当然环境不同 修行不同 那你用语语 中国人就了解 我们看三信节品 信节品是声文弟子啊 他在听完批评以后 理解以后 他讲出自己的体验 那么这个体验呢 是以他自己 这个人来做体验 他的结论是说 做人即是长者子 这个打工的 扫厕所的这个穷子 其实他本来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 因为这些人早期在大东至圣佛讲法华清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悟众佛的知见了 他的知见跟佛是没有异同 他是生在佛家 那么作为长子 那么佛多虽然在声文法里面 全法里面没有明说 但其实他已经体验 原来这个打工的穷子就是长者子 所以他说 我等习来真是佛子 诸位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大富长者 你会跟你一个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人 把他拉到你家打工吗 不可能 你顶多就是到你的工厂去打工 所以这个大富长者把他引到家里面来 这个意思很清楚 就是准备要把家业交给他 所以佛多很早就知道 这个人是以前我在大东至圣佛 十三三密的时候 十六三密的时候 我度化的弟子 后来流浪生死了 现在被我找到了 所以做人即是长者子 这个是性结品 声文地址的理解 佛多也同意 看第四的药草玉品 四 药草玉品 月差别无差别 明犬实 若知三草二目 知姬各异 即知犬 知同一实际礼地所生 即知实 差而无差 无差而差 令知此一而 佛多最后讲出的 在辟义说的时候 讲上药草玉品 药草玉品是讲什么呢 讲到五秤法门之间的差别 跟无差别 来说明前世的相互关系 说三草二目的根基是不同的 你看 同样的仪水 同样的学佛 你也学佛 他也学佛 为什么到后来变成菩萨 有些人变成仁天 有些人变成涅槃 二乘人 这跟佛同没有关系 移水是平等的 但是你过去的根基不同 你是树 你吸收的水就多 你看道理就看得比较深 那么你是草 你自然吸收的水就少 所以从因缘果报来说 那就是各生各等 但是如果从真如本性来看 那大家依此真如本性 那所依的真如本性是一 所以你要是说 惠归一星 那就是差及无差 那如果讲落入阴言 那无差成差 就是从这个点往 你可以看出 一星跟五圣法门是全史的关系 讲到差别跟无差别的情况 我们看第五个 我们这次讲的化成玉品 看这段 五 化成玉品 月礼 开三显一 保索 化成 是大小两礼 破除二乘全礼 显如来真实一礼也 化成玉品 是耶所正的真理 来开三显一 保索 跟化成 是大小二乘的真理 理论上 陈佛是要修一星三观的 你要极空极假极重的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凡夫谁能够直接入一星三观 凡夫你有所得 你说 你要么离一相 你要么就是离一切法 你不可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你说 你又要离一相 又要极一切法 凡夫全世界没有人做得到 那怎么办呢 你宁可先修空 所以我一大师很清楚他说 一星三观必以空观为入门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你只要修假观 相状很容易触动你的攀岩性 因为我们无量节就是在相状打鼓 相状我们太熟了 所以你不要去碰这个熟境界 所以就是说 你倒不如把涅槃当作一个 第一个阶段就是先以空性来引导你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因为 因为现实问题嘛 你不要说臣服啊 你先解决生死问题啊 这是现实问题啊 所以解决生死问题 当然我们前面说过嘛 整个佛宅只有一道门嘛 就是我空嘛 所以你菩萨如果修太多假观的后果就是 你这个 当然好处就是你修假观 你就广节善言 你很多的方便 你修很大的福报力 但是你什么时候了生死啊 你就把这个了生死的时间拉太长了 那这个风险太高了 所以 化成是空性 这是对的 就是说 你先第一个目标达到涅槃寂静 第二个才是进入中道的实相 就是说 急功急甲急中 以空性 就是我们说的亲近性为下手 这是对的 那么 破除恶症的潜离 显逐了一真真实之力 把恶症的 等到你了生死以后呢 再把空性的涅槃 这种法治 假象灭掉 回归到一心真乳 这是两阶段的修行 先 从甲入空 最后再从空出甲 那么 这段是把前面的整个三周说法的 全死的关系 做一个总结 所以这个法花经很清楚的 说明一种莲花式的修学 就是说 我们看莲花的成长 它必须要有外在的莲花 全法 它必须要有里面的莲子 当死法 就是说 你要有世修 来 让你 不断的进步 灭二身散 你要有理官 让你安住真乳 就是 你同时要跟佛陀 站在同一个 真乳本性 你要一方面安住佛家 一方面你要面对现实 你入理官的时候 叫做离一切相 就是 我是未成之佛 诸佛是以成之佛 其体无别 但是你 从真乳出来的时候 请你面对现实 你是一个生死业障凡夫 该拜参拜参 该持戒持戒 所以这个地方不冲突的 你入理官的时候 你跟苏佛是同一个平等的真乳 你是乳佛也是乳 一乳我乳 但是从理官出来的时候 事修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个地方就是 莲花要照顾 莲子要照顾 就是所谓的全死不恶 好 好 那么这整个全死的关系 我们到此就做一个说明 下一档课我们再讲寿迹 其实整个佛华经的佛陀的智慧的理论的部分都讲完了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向下文长 父再来日 回下